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9日,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点评节目,给大家谈谈刚刚看到的一些消息,有关台湾海峡。 中共国现在看到台湾在520,马上就要赖清德就要作马上任了。 蔡英文把接力棒交给了赖清德,都是民进党,不论是赖清德还是副总统肖免琴,习近平是超凡。 习近平现在对民进党有相当大的惩戒,拉拢国民党打击民进党,实际上就是搞一个假想敌,把国内的矛盾转向海外,转向台湾海峡,把他们诋毁成什么,台独。 我以前多次讲到,我以前在国内也不太了解台湾的事,出来之后我看了好多的报道。 台湾这些领导人,不管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从目前他们的说法来看,基本上在维持现状。 那习近平为什么忽悠这些东西呢?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我认为。 今天看到中央市的报道,5月9号,这是法广引述中央市的消息,发自金门的报道,讲到什么呢? 5艘中国海警船,今天下午,还有7艘公务船编队,驶入了金门,仅限水域。 那以前这个金门和大陆之间离得很近的,在过去那个就算马英九嫩那个时代,双方都有一个约定书城的这样一个区域。 现在不行了,现在就进入这个禁限水域了,这是5月第4次编队试入,也是首次中国海警船跟公务船同时试入。 既有海警船又公务船,那么明显的什么挑衅,就是要挤压台湾的这个生存空间,也是为了什么,就是给它点颜色瞧瞧。 因为现在这个习近平整天赌气啊,赌气之国,赌气外交,赌气对台问题。 因为520马上就要交接权力,生气,生气得找个地方发泄。 这篇文章讲,他说台湾海巡呼吁对方停止不理性行为。 全城监控,广播距离。 现在双双之间在打嘴仗啊,那么但是这个形势给人感觉是比较紧张啊。 那么报道说呢,台湾海巡署鸡马鹏分署今天中午12点开始。 针尖金门南面海域陆续有5艘中国海警船,还有7艘中国公务船聚集。 你看他这么多的船啊,这些资源却用在吓唬自己的老百姓搞内斗,整天调事啊,制造矛盾。 他没有这个精力时间啊,去帮这些老百姓救灾。 现在中国是天灾人祸频繁啊。 可以这样讲,不仅是有暴雨狂风,冰雹,闪电,极端天气,而且还有一些突发事件,包括一些这个报复社会的事件等等啊。 你看很多的事件它反应非常慢,有的根本置之不理,尤其是洪水。 这个珠江三角洲,你想这个洪水多么厉害啊,你看到,我看到大量的视频,老百姓在这个水中挣扎,都是自救,根本没有,看不到政府,都到哪里去了?躺平,就等习近平下指示啊,都在吹捧西河心。 军队这个时候是应该是救老百姓啊,因为最起码军队有一些直升机,还有一些冲锋艇啊。 我记得98年时候,我上东北发生轰载,我都去过啊,我还和战士们,士兵们一起就参加抗洪。 当时那些官兵也是参与啊,只要哪里发生了水灾啊,都能看到解放军的身影啊。 冲锋艇我都坐过嘛,你看现在哪有啊? 他全放到这方面来了啊,这个国策完全转变,转变了,就整天就是整事啊,这个确实看令人感到心痛啊。 他这篇文章讲,他说这个,海巡署呢,随即调度六艘海巡艇,分组应对,全程监控搜证,广播驱离。 这个台湾挺倒霉,台湾是个小地方,你像中文国出这些船,对他来讲,九龙一毛啊,但台湾是庆其所有,你像泪舍,那天啊,让他给骚扰的精疲离尽,包括军机骚扰啊。 这说明什么,就是内斗,挑起内斗啊,沿用了毛泽东时代和这个蒋介石两个,斗了一辈子,你死我活,你说他俩随对随错,不外户都想当老大的,最后蒋介石死在小岛上。 毛泽东也是这个,统治这个大陆,说戏里话,那也是很不容易,对吧?也犯下滔天罪行。 这篇文章讲,他说台湾海巡下午三点,征搜发现了什么呢?发现的情况,他进行了概述,他说海巡是06,还有海巡0802,还有中国海间8002,还有中国海间8027,还有东海旧113, 中国余政35501,及华银391,等七艘公众船,祖船团呢,你看他出了多少船,浪费这些国家的民智民膏,你就想想吧,咱们不用讲别的,一般都烧柴油啊,还是烧汽油了,烧柴油,你就想光这个,这个费用得多少,有什么用,你说你要能打就打,赶快打,是吧? 你不能打,不能打就喝,其实要我看,就是,就是两岸这些事情啊,就是什么放在那放的,因为这一代人,既然你没有智慧解决,就像邓小平的时候啊,胡温那个年代,革制争议,共同开发,那都是,既然是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脸,讲中国人话,又不像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这样,是吧? 这个多好,你说是不是,他整天整这东西,他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干了十多年,这个习近平啊,他知道老百姓对他非常不满,党内军队的人都对他非议很多,特别军队凡的,很多人想把他干下来,他害怕,他有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矛盾要解决的话,这不就是在开放党禁吗? 他也不想开放党,党籍冒击啊,还想搞终身制,他儿子还想商量,所以他就制造这个矛盾,把人们这个四线,就你们关注点,给你转到这来,然后别一个理由,台独,搞台独,这样老百姓一听,傻老百姓也不会翻墙,看不到咱们这些,传播真实声音的这个报道,对吧? 大部分人不会翻墙,就相信了,要台独,台湾要独立出去,坚决不能让,其实台湾,中共他从来没管过,他怎么能管过台湾,台湾还有自己有军队呢?对不对? 二战以后,美国扔了两个核弹,小男孩,外号,绰号小男孩,广岛长崎嘛,给日本干拜了,干拜了以后,日本统治台湾40年,就这么就移交给中华民国了, 你看蒋介石那时候,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吧? 这个是应该大概率,就是这个历史造成的啊,这个习近平捡了大便宜,就现在就忽悠这些东西,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对吧? 这个是,你要承认历史,他就靠愚民政策,瞎忽悠啊,这篇文章告诉你们,就现在这个形势多么的严重, 七艘公武船,祖船团,此船队分别隶属于什么,中国海事及渔业等部门,现在国家反正是,也有的是钱,有的是钱这么多的部门,你就忽悠啊,是吧? 吓折腾每天,进入金门,撂罗西南方约四海里,台湾限制水域啊,也就等于说,进人这个圈子里了,你说这个怎么办? 台湾也打不起啊,打不过他,他也不收手,是吧? 现在的台湾就在看国际社会的知识,是吧? 并与另外三艘中国渔船,一次从从事海上操练,还有一批演练的, 说全程由台湾金门海巡队派遣,PP-10079,PP-3552,还有PP-3573等,三艘巡航船,巡航舰艰艇监控搜证,广播驱离 我看到好多小视频啊,在那喊话,这里是属于他的,你赶快离开吧,还都讲中国话 你说这个瞎那么闹腾,有啥用啊?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他也不嫌累整天啊,你起不到任何作用 你是能给台湾吓回去,还是就是说你能给台湾拿回来 打也不敢打啊,放还放不下 这个就像东北有一个乡下人讲个词最形象,叫破酷的馋腿 是不是啊,整天馋着你,这是很闹心的,真的 心里很,看了这些东西真是,无用功 你就想,这就是内斗,互相残杀啊 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说这怎么办 说同一时间另有中国海警还有一批 叫14608,14512,14604,14603等四艘海警船呢 组成另一个船团 由金门大胆西,呃,向西,呃,大胆南面 驶入了什么呢?这个台湾仅限水域 并由另一艘14515在台湾水域外围航行 说金门海巡队呢,派出了呃,自己型号的船 就是PP10083,10073和3596等三艘巡防艇 持续应对监控搜证,全程广播的驱离 也就是说台湾在那儿培列,你看双方在这里耗费 多少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啊 无似就是珠江三角中现在正在泛滥城灾的水灾 是吧,也无视什么这个国内的老百姓啊 你看那个城管这个骚扰啊 这个罪打,抢夺这个就是小商小贩 我们都看了很多,今天早上我还讲到一起啊 你看那个老百姓就那是劈吧啊 就是这个水果吧 呃,干了一年收成啊 拿到了卖,也卖不出去,怎么办 就放在地上任人踩啊,自己气的 你说怎么办,你就想 我是知道,我下嫌我知道啊 那个种的水果相当不容易了 这个施肥啊,浇水啊,捡枝啊 都趴到树上,我都捡过枝啊 宅也是,你是装好了流多少汗水 你看那老太太,那个脸上 那个每一道皱纹都布满了 人生的艰辛的 你看穿那个破衣服破裤子 这个棚立员也好意思穿个大碎袍 你就这一件衣服,你说多少钱养着老百姓 他也好意思 整天这么凉口子穷得瑟 从这得瑟这,从那得瑟那 然后就整天就制造这些矛盾啊 包括台湾海峡的矛盾啊 搞的是超反,天弄人员啊 但是还在这折腾 你怎么劝都不听啊 我也不知道他,他看不看就是海外这些批评一些 听一听我们这样的无党部和无派的 我们没有什么个人承接的这个文人的这些侠议论的 你看我们讲的对的话,瘦瘦手啊 你想刚才就介绍这些船有多少船 能夹在这个多少钱耗费进去 每天这几千万就没有了 大水泡飘了 你说你有这个钱是不是啊 把那个就要让这些城管嘛 把这钱送给那小商小贩 你比如说这个卖不出去这批吧 干这一年,你可怎么办 你应该政府拿钱给他买下来,对不对 因为他这全卖了 也不过就这么千八块八百块钱 这就是救人家一家老小 因为那些老农民我知道啊 我下乡我都知道 他就靠房钱午后,种点水果 养两只鸡,屁股下两个蛋叫鸡屁股银行 我都知道他们的那个生活,你说多苦 他本身也是下过乡 他为什么不不能可怜可怜这些老百姓 把这个闹腾台湾这个经地啊 就转回来,帮帮帮铁链你 帮帮这些穷苦的人们 使中国的老百姓过得稍微好一点点啊 然后一旦说打起仗了 比如说有外敌如群了,如群啊 那老百姓帮你忙,为你上战场 你说就这个瞎折腾打起仗了 老百姓,我就不相信中国老百姓能跟他打仗 他就能忽悠一段时间 你比如说刚打,刚打起来之前 可能就是骗中国老百姓说他们搞态度 等这能打起来的话 你等国军攻进来了 你就看看他当时的表现吧 咱们今天把话放了放了啊 就他这么折腾,最后一点得打起仗了 就打起仗了以后啊 中国的老百姓就底层老百姓啊 乐坏了,哎呀,总算是这个他惹出事了 你不揍他不老实,我就跟你讲吧 到那一天以后 你看到遍地老百姓狼眼四起 你就想,你就欺压着老百姓的城管 代表政府,给老百姓整着这个样子 你说人不恨吗 我以前采访我都接触过那些小商小贩啊 有的都到咱们那个办公室来投诉啊 我都给帮他们写信给那个工商局局长 你不信问刘宗盛 刘宗盛是辽宁 原来是辽大连工商局长 在这之前是普兰店工商局长 他不在长兴沙口去长兴农贸市场的地方 有一些那个就城管部欺负那些 卖鱼卖肉的 有一个他就是卖鱼的他就欺负人家 人家正好咱们在那办公当时 在那个沙口去文汇报买的房子 就在那办公啊 那小商小孩就来了 来了就哭诉 就他们遭到的殴打 这个骚扰啊 这个羞辱 你那个你看那个卖鱼的 这个这个啥子的弟弟吧 比我年龄还小一点啊 这个身上就是那个全是那些就是 这鱼腥味啊 你想多么不容易 叫城管赶着到处跑 欺压他 我那时候记忆特清楚 我回办公室一看 那个值班的小姐正要赶那个一个 藏布拉西这么一个一个人要走 我说他干嘛 他说他是小商小贩要告城管 我说那你叫你进来 你怎么让人在走廊站 要赶人走 我说你们刚大学毕业别失利 有一天你还赶不上人 你还卖鱼 一些大学别生在这实习啊 他不懂的小孩都是怪孩啊 都是个个都是这么讲的 失利 你看有钱人眼本亮 你看穷人他都欺负人家 我就让他进来 我说你怎么回事 他就给我讲 讲他的遭遇啊 就是那个沙口去那城管就打他 攻上来攻上来 就是就是抓他不让他卖那个东西啊 实际上那个摊位就是就是他的 我就帮他让他可以打印一个材料哈 我说你这个不能报道 这是这个对于这个香港文汇报来讲 这是小事了 是你们对来讲是大事 我说也很同情你我给你讲一讲的咱记录好给他写 啪盖个大杖 那香港文汇驻东北办事处啊 那个杖红杖在我抽堆放 我就寄给这个 让那小姐邮寄给特费专业 给工商局的领导 我发现他他每天搞这些东西好像他这个脑袋 这个现在这个耳朵也听不到来自底层老百姓的声音 他变了啊 在沿岸的时候下乡的时候 我觉得他不讲的挺好的吗 说给老百姓收召气 这个修召气槽的是吧 召气我都我都参加过那个劳动啊 这个那时候的报道看好像习近平下乡的时候还受点苦还干了的好事 你看现在这个这个国家让它折腾啥样的 你说你去那个匈牙利也好 塞尔维亚去那个法国 你穷得子什么有啥用啊 你就这几个国家 你想塞尔维亚都不属于欧盟 但欧盟里一点就在那个地方的 欧盟这个圈子里一点这个发言权也没有 那奥尔班是个什么 就是个势力 对不对 就是大虎人 那个法国的马克龙他是 他有他的想法对吧 也不可能真正站在他的一边 这个习近平啊 你就走这趟 你就想想还有什么战绩护航啊 是吧 你说这个 这是个什么 就是皇帝 你说皇帝是昏君 你说皇帝也是属于这个 这么傻瓜的昏君的 把国家折腾这个样子啊 看了以后 我觉得确实 让人心里心里难受啊 看了这篇文章 那当然我讲多了啊 回到这篇文章 他说直到四点半 在台湾海巡署巡防艇 应对应监控下 这些中国海警船 公务船呢 才使出了金门水域 其实他知道他也不敢占领 因为美国的有一个报道 我看了讲得很清楚啊 说你别看金门这么小 那上面还有两个美国 美国的军人在上面 就帮助他们那些售后服务啊 因为有些武器进了以后 包括训练士兵什么 他也不敢站 不敢站 他就干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 这个破骨子铲腿 这家人的难受 就是钱多了少的 我跟你讲 他说据台湾海巡署指出 这是中国海警船呢 这个月第四次编队 驶入金门水域了 就因为上次发生这个冲突以后 他心里有火呀 他说也是首次中国海警船 与其他中国公共船同时的驶入了 台湾海巡署呼吁呢 金门南方水域为重要航道 海上交通繁忙 说中国方呢 应该多次以这个编队方式 在这个水域高速航行 此举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稳定 和航行安全 伤害两国人民的情感 无助两岸和平交流 就他这么折腾啊 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使这个台湾这个身影啊 渐行渐远啊 为什么他导向美国 日本啊 澳大利亚 这个菲律宾啊 这些周边的啊 都看不下去 原因就在这里 他太欺负人了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习近平这个满脑子 基督这个思维 他这个时候发现 无法大革命就是 他被整了这个脑子里啊 这个就是受伤了以后 始终对这个社会 对人生充满着仇恨 包自己的人民 你看他没有爱 你想台湾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 开放党禁报警去解决了 一下就解决统一了 这不很简单吗 他就不想放弃权力 就上次上一场我讲到的 他那脑袋里边就留着 这个怎么办 啊 这个这些 这些 苏里前苏联这些极左的小说 里面那些观点 就是把他的想法啊 狂妄的想法 这个解放全人类啊 这个强行强加给别人 也想强加给这个2300万台湾的老百姓 因为台湾现在是个政党轮替的民主社会 和大陆完全不一样啊 他就想让大陆 就把大陆这个统治方式啊 就是放到台湾去 让台湾老百姓听命于他这个傻瓜的 是吧 学习他这个邪和心 台湾老百姓不可能接受啊 人都是往前走 对不对啊 台湾和香港不一样 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不行人就和你开干了 你现在没看出这个形式吗 一开干就等于自由世界和维权世界 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窃口 就开始这个亮拳头的 等亮拳头了 我用东北话讲最形象 他不是个 你别看他人多 人多军队多 我不刚讲了吗 老百姓对他们有几个拥护的 发自内心 你就去看国内老百姓 哪个家庭没有受到政治迫害 就没有受到政治迫害 也是旁系亲属 有的曾经有过不愉快的往事 对不对 你就习近平是一样 所以他一旦开战 我认为他这个形势马上就要大变了 但愿这一天就早点到来 真的 你看这些事这是揪心的 就每天你说浪费中国多少明智明高 就是搞这种斗争 斗的 就是整个两岸的老百姓 心里特别苦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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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